這部分 我說掉而已,不是叫你噴啊 不好意思啊 歡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吃了變形金剛分享時間 這是我們1241集的節目 今天呢是7月10...18號吧 禮拜六的晚上 我原本以為我18、19號兩天呢都是可以休假的 但是沒想到呢 明天禮拜天呢 硬是呢非得去公司一趟 那我等於少了24小時的時間可以休息 能少等於少了一切時間跟大家做開箱影片了 那沒有辦法了啊 只有利用這個禮拜六的晚上呢 趕緊的跟大家來分享這一款我個人非常推薦的魔方推出的第 MSB36號的末日啊 規避版權的關係呢給他取了一個新的名字 但大家都知道他是致敬到G1的Megatrol 那無度有偶啊 MP的36號也是Megatrol 但是魔方的這一款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到 也是把他排在36號 那麼這一款的配件量呢非常的多啊 多到炸啊 那這些配件的話呢 我會在照片裡頭給各位做展示就可以了 這些大家從網路上呢 都可以去看到他的相關的訊息 我們就 網上可以找到的訊息的話呢 我們在節目裡頭就不要太多的贅述了啊 我會把這一集呢 他主要呢著重在他的一個變形的一個分享上面啊 那當然其他該提的部分呢 我們也不會去漏掉的 首先呢我手上的 這款玩具的話呢 這一個部分呢是比較容易去掉啊 這個這塊部分 我說掉而已 不是叫你噴啊 不好意思啊 這個 這個槍的話是有點走火 一上來就走火 我本來想要表現有點疲勞的樣子來錄節目 但是你逼我 逼我變成 逼我變成另外一種模式來給大家錄節目啊 我也是沒辦法了啊 好吧 想要低調錄都不行啊 瞬間嗨起來了啊 那麼魔方的材質啊 尼龍材質摸起來是有點磨砂的感覺 那麼這一款我直接了當的呢 我把它拿出來跟NA來做一個對比 我之前覺得NA這一款已經很棒了啊 但是沒想到跟魔方這款相比的話呢 瞬間覺得呢 啊這個 伊索皮亞的難民你是從哪來的 你沒吃飯嗎 啊瞬間的話 我是覺得以體型來講的話 作為一個反派啊 我我我會覺得魔方的體型會好感非常的多 整個三維的話呢 完全是大了一圈呢 啊除了正面之外啊 他的一個背面的話呢 也是有非常大的一個 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你看 這個是NA 當時覺得已經做的是挺好啊 但是魔方這一塊呢 幾乎是這個背啊 是收到一個非常的乾淨啊 簡直是 近乎是 我不敢說到完美啊 但是已經是非常非常非常高分數的表現了 包括小腿的後方啊 你看 這個NA的話呢 還有一個缺口啊 但是魔方的話可以做到非常的完整 光是這一點的話呢 在人形部分的話 我已經給魔方的比較高的分數了 那其他呢 最經典的部分 莫過於他的一個頭雕的部分 他的每一個替換頭雕都非常的傳神啊 以往覺得啊 頭雕啊 是官方的強項啊 但是魔方這一次啊 確實做的是讓我刮目相看啊 非常的了不起 以及這一次的話呢 非常有趣啊 他的這個手帕啊 這個部分啊 有一個 固定的一個卡卡準 那以往的話呢 我經常搞不清楚 Megasaur的這個是 這個地方呢 是在 頭還是在尾 我也一直搞不清楚 但是這一款 魔方的這一款應該是第一個有這個 專門一個卡扣去扣在這裡的啊 終於讓我能夠呢 百分之百的確定了 他的哪一個地方是 是一個正面的 哪一個地方是反面啊 我看一下我記得 NA的這一款好像是好像是沒有沒有這個卡扣吧 對你把他反過來扣 好像他也是能扣啊 所以有時候我真的我真的是經常搞不清楚 經常搞錯啊 如果各位有在看我 多年來的節目應該會知道的 我連這個炮是哪一個頭哪一個是目端我都搞得不是很清楚啊 那麼另外一個一個要提的就是呢 好像說 有人說這個腰會比較比較偏送那以我這一款的話我感覺還行啊 玩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變形的次數算比較多了 已經擺了還蠻多次的 以我手上這一款的各個關節的話我覺得是沒什麼問題了 那他的一個把玩的時候呢 我覺得不爽的可能就平舉有點小問題啊 平舉這個地方造型去勾到 其他的話呢 幾乎沒有什麼問題啊 你能夠動 你能想像他應該能動的呢 他幾乎都能夠轉動啊 手臂的話呢 手掌是一個替換鍵 直接把它拔下來你就可以 拔下來我們把它替換成一個標準的一個手啊 手手掌這樣子 反正待會變形的時候也是要把它替換過來的 那至於他的什麼流星錘啊 電鋸啊 什麼的 來著的呢 直接拔下來插上去就行了啊 那這個替換臉部的話也是從這個地方啊 直接把它拔下來就可以啊 替換胸口的部件也是從這個地方把它挑開就行了 這些到時候呢 後面的這個有興趣的話看照片就行了啊 那其他外擺那時候啊 能夠動腳前後踢 膝蓋的話也可以彎到約90度 那麼呢 他的一個腳踝又接地 那我要提一下 就是說這整個玩具在變形的時候呢 啊 主要是我當時遇到的難題呢 是在這個腿這個部分 待會的話變形的時候會跟各位做一個詳細的一個解說了啊 那嚴格來說呢 這款人形的一個 完成度呢 應該是目前 口袋級別的這個 Megatrolito 我個人覺得是做的最好的一款 是沒有問題的啊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示範一下這一款末日的一個變形過程啊 那我的變形的話呢 因為腿這個地方我覺得需要 比較 比較 複雜去講解 所以我先從腿開始變好了 那我們就從下半身開始 下半身開始的話 我們先把這個裙甲給掀起來 然後這裡有個雙方關節往下推 再來的話呢把這裙甲這兩片這兩側 把他給摳進來 然後呢裙甲這兩側呢把他給打平 後面這個地方給推開 這裡也是一樣 打平推開 再來你可以看到上半身下半身 中間還有一節 我們要把中間這一節呢 做一個前後的一個對調 那你方便做你可以其實整個 整個連同下半身呢 整個一同轉 整個一同轉 你這個地方先錯開 整個下半身一同轉 轉過來之後呢 再把整個下半身呢 再轉回去 或者是順的再轉過去 也可以啊 這個地方 再轉過來 好這樣子就可以了 簡單的說呢你要把後面這個 倒勾 原本是尾巴現在變成老 老子的前面對不對 就把它給轉過來 就是這個可以拿來跟這個 一樣是魔方的那個OP 做一個結合 居然說OP的後面有個洞啊 但是這麼邪惡的事情 我才是做不出來啊 所以就 各位想像一下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接著繼續他的一個 其他一個變形了 我們在變形的時候 從腿部開始 首先的話呢 是這個腿把它給打開這個地方 腿部這個地方給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可以分成 內側的板子 跟外側的板子 那內側的板子 我們要先把這一塊 部件給折進去 那麼外側的板子呢 也有一個東西要做啊 一樣先把它給打開 注意你這個地方給打開 你看到沒有 這裡不是有個凸嗎 然後扣進去 不是中間有個洞嗎 看到沒有 中間這個洞 他這裡一共有三個洞啊 你把它整個推開 你看到嗎 這裡 他內部 這裡有三個洞 那 拼層人形的時候呢 是扣中間這個洞 你變成腔的時候呢 你這個下面有另外一個 凸 不對 我這樣講好了 人形的時候是 上面這個凸 扣 中間這個洞 變成腔的時候呢 是下面這個凸 變成下面這個凸 去扣 前面這個洞 記得啊 就是你一定要記得這個口訣 人形的時候是上面 扣中間 槍的時候呢 是下面扣 前面 OK啊 你要記得 這個這個部分的話呢 如果你沒有做到的話呢 這個槍形最後變形 一定不會密合 然後呢 這個部分這塊部件把它給翻出來 好這個都是準備工作 接下來就可以進行腿部的變形了 首先的話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是有一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折進來之後就可以把它 返回原位了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有個滑槽對不對 這裡有個滑槽 這裡 這個地方有個滑槽 這個滑槽就是把它滑上來之後 滑上來之後 不對 這裡還有一塊部件 這裡 先把它給折進去 這裡 這一塊部件 把它給折進去 好 準備工作全部完成 這個滑槽推上來的目的呢 就是讓我們把 下面的這個凸 去扣到 前面的這個洞 前面這個洞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第一次扣的時候呢 你先把它整個推上來 推上來之後 那這個地方呢 你只能夠憑感覺啊 憑感覺去把它給 都進去啊 只能夠憑感覺 真的是憑感覺而已 因為呢你完全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那個地方的這個 突跟到這個結合狀態 所以到底有沒有都進去呢 有時候呢 是不知道的 OK 如果成功的話會 咔的一聲非常的大聲 對成功的話會 啊的一聲 對不對 你就知道有進去了啊 不要不要進去了 人家還不知道 那真的很丟臉了 那這個時候呢 再把這塊部件的 給回到 原位 但是呢你要注意到啊 我們的內側這個板程說 這個腳的外側呢 跟內側呢 都是要移動的 外側這個部分呢 我們已經透過滑槽把它滑上去了 內側的部分呢 則是透過這個地方 就是這根 這根連接桿 把它呢給往上面 抬上來 抬到這邊 那具體來講抬到哪呢 抬到哪呢 是這個地方 以這個地方 這個拼圖能夠扣起來為準 這樣子 OK就扣上去了 腳的話呢到這 然後呢 腳的內部的話呢 也是有突跟到的一個結合 你看了就知道了啊 這個地方把它給扣進去 好的 那麼腿的話 這一側就算OK了 這個是變形已經完成的腿 就是還沒有變形完成的腿 那各位就明白了啊 首先的話呢 我們再來一次的一個變形 首先呢 兩腿的話呢 把它給打開 這一側打開 內側呢 要做的是什麼呢 把這一塊部件給收下去 好 內側是做這麼一個工作 外側呢 把它給撥開之後 來 先把這個這個部件給收進去 這裡 這個地方 給收進去 這個地方完全可以 隨意的把它給打開 沒關係 它是非常有韌性的一個 尼龍的一個塑膠的一個材質 這點把它折進去 然後呢 把這一個 你看到嗎 內部的這個凸呢 給扣到 這兩個洞當中的一個 靠前面的這個洞裡頭去 那怎麼做呢 是透過這個滑槽把它給往上面推上去 然後呢 把它給 扣進去 一定要記得這個地方基本上是推到底 推到底 然後呢 去 去想像一下那個洞啊 去 粗略去估計一下它在哪裡 去估計一下在哪裡啊 這裡 把它給扣進去 一定要把它扣進去啊 一定要把它給扣進去 啊不對 這個這個地方 這塊部件沒翻出來 好好好 這個 OK 那我們就可以來 推上去 把它給 卡的一聲扣進去了啊 這樣就就我 順利完成了 再來就是 把後面這個部件 透過這個連接感 啊這個 這個連接感 把它給往上面 這裡 往上面 推上來 它的腿的話呢 就順利的縮短了 這個部件的也給推上來 到這邊 好 然後這個地方往上靠 那如果你從內側對部准沒有關係 你只要把外面的這個地方 這個拼圖 這個 把它給扣上 就沒問題了 然後呢 這個內部的話呢 你看到這個上方有個凸 然後內側有個凹 一樣的 把它給扣進去 好的 這個時候呢 兩條腿的一個變形 就算OK了啊 那這個時候呢 還要再做一個 動作啊 就是呢 把這個 腿的話呢 哎不對 到這邊 到這邊就可以了 好 呃 對對對 做一個動作 把這個腿的話呢 透過這個地方 透過這個地方 它這個 有一個連接感 把它給往下面推 對 這裡 往下面 整個的給放下來 這個跟MP36 這個部分的變形 還是有點像的 再來的話呢 把這個部件呢 給轉到 這一側 把這個 開口處 要轉到 朝下方 開口處轉到 朝下方 這樣子 好 兩側都是一樣 開口處都轉到 朝下方 這個 我記得有一個 我記得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方式啊 可以先把它給 變形到位啊 一時之間 想不起來了啊 嗯好 推到正 朝下方 再來的話呢 兩腿呢 做一個簡單的合併 這個合併 先把整個腿給變完 到這邊 這裡也是一樣的 整個的 把它給密合進去 好 我們先把腿部呢 給完成了啊 腿部的變形是 比較需要 講解一下 這兩側 這裡一樣 把它給扣上 OK OK 網路上呢 很多的朋友呢 都會從上半身先變 但是我真的習慣從下半身 先把它給完成啊 再來的話 上半身的變形 其實是比較簡單的 真的是比較簡單的 首先的話呢 先把 把肩膀給鬆脫開好了啊 鬆脫開的時候是 稍微要用一點柔勁啊 稍微一點柔勁 把它給拉開來 兩側都是一樣的 把它給拉開 拉開之後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 整個上半身 這個地方給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啊 我們把這個 頭縮進去好了 縮進去之前的話 我會建議啊 把頭給轉180度 這樣子 收進去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 上方的這個 密合度呢 感覺好像會比較好一些 感覺是比較好一點 這個地方 頭的 然後 頭掉 然後快掉了啊 把它給扣進去 我們這一位狂派的老大 你是這麼的不甘心是不是啊 對了 這個沒有沒有推出來啊 這個推進去 再來的話呢 把這塊部件呢 往外拉出來 拉出來一點 然後呢 就透過這個 鉤釘這個地方 轉軸下來 到這邊 你也可以先把這一塊 部件給扣過來 這個部件容易掉啊 這裡 這個把它給扣進去 那這裡啊 我會強烈建議啊 先把它給捏緊啊 尤其是這個地方 先強力建議你把它捏緊 為什麼呢 捏緊之後你轉過來這裡 到這邊 再往上面上來 然後這個地方 有一個結合的一個 卡鉤把它給扣進去 這一款玩具啊 有時候啊 你不小心呢 你如果這個時候有先把它捏緊的上來 它的密合度就會很好 萬一你這個地方沒有捏緊 你把它扣 轉上來之後呢 你再從這地方把它推進去 想把它給扣緊的話呢 這一塊面板呢 可能會整個陷到裡頭去 那到時候呢 你要用工具 才能夠把它給撬出來 我個人覺得那是非常不愉快的 一種把玩經驗啊 就這邊的話 就提供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啊 這個時候你轉到這個情況下呢 把這一個 整個槍頭部分的 透過這個地方 這裡先把它給轉上來 整個打開到這邊 然後能夠這個地方能夠自由轉動的情況下呢 轉到正前方來 好到這邊 這個地方是轉下來的 我們可以先把這個地方給扣上去 這裡 跟這裡 先把它扣上 這個部分呢 已經可以先扣上 它基本上已經不影 它已經不會影響到其他地方的變形了 再來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呢 把這個手臂的往後面放 這個時候開始進行手臂的一個整理啊 待會手臂就放過來 手臂的整理也是比較簡單的 基本上就是手臂這個大臂這個地方翻出來 以及這裡的話你可以看出它是可以翻開的啊 這裡 有一個被翻開的一個結構 這個地方 把它給翻開 翻開之後你就整個都把它給打開 整個先把它給打開 到這邊 這裡你只要記住一個動作 這一塊部件呢 是要把它給往下面折進來 你只要記得這個動作是必做的 還有這個地方呢 你看到這個地方 有個洞這裡 它是一個可以拉出來的 又是一個可以拉出來的結構 拉出來的結構呢 讓你有一點點塑膠的韌性可以利用 把它給翻折過來 你只要記得 最主要是手腕必須轉成這個方向 那其他的地方呢 你就可以透過二頭肌的轉動 把它的這個 面板這個部分 把它給 拼湊出來 你只要先做到這樣就可以了 做到這邊 另外一側的變形也是一樣的 那方便各位觀看 我先把這個大槍 不用 我覺得也可以不用拿下來 其實不需要 這個地方 掀開之後 記得 把這個手腕 給轉進來 轉進來 然後呢把這個部件往外推之後 把它給轉到外側去 做一個互換 然後呢大臂這個地方是翻起來的 以及呢 這個地方透過二頭肌的轉動呢 把它轉過來 你可以看到 這個 面板的這個形象 已經推出來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兩手呢 準備可以合併了 那準備合併的時候呢 就把它給 拉直 整個都可以拉直 那扣的時候啊 是先扣裡面 內外 這裡可以扣 然後呢 這個 內 也可以扣 先扣內部 然後上面你看 這個地方自然而然會扣到一個定位 然後呢這個地方的話呢 這個地方記得轉出來 應該先把它轉出來 然後往下推 然後這個 板機把它往上面靠 到這 然後呢 上方這個部件 一樣 轉出去 你可以看到 轉出去之後啊 這個地方 上面有個缺口 這裡有個缺口 就可以利用這個 相互組合挨過來之後 就可以把它扣在一塊了 到這邊 扣在一起 然後上面這個部分呢 可以轉動過來啊 本來想要把這個地方拆下來的 但是我發現 不拆下來呢 它一樣可以一體變形 所以呢 就不需要把它給拿下來了 那兩側的話呢 就稍微的去把它給挨緊一下 那么手臂的話呢 怎麼個一個擺法呢 基本上呢 是擺成這樣 擺成這樣 把手擺到內側去 好 這個時候變形已經幾乎快要完成了 幾乎快要完成了 我們的話呢 把這個 這個地方啊 剛好提過 把這個地方的這個球罐的這個開口處看到沒有 在這裡 是轉到朝下 不是沒有原因的啊 這個時候我們就準備把它往下面擺下來了啊 擺下來的時候呢 是這個 裙甲 原本這個應該是說這個裙甲那個甲咒呢要塞到這個 縫隙裡頭來 到這邊 把它給往下放進來 好 到時候是要有一個 結合的一個卡扣的 好 已經把它給放進去了 然後呢 其他的部件怎麼做呢 把這個部件整個的往後面放下來 往後放下來 這個部分 到這邊 把它推過來 你看到沒有 這個部分往後面推 這幾個部分的形狀 這裡這裡這裡 你要把這個地方扣上去就行了 這邊 到這邊 看到沒有 根本就不需要去記什麼 你就是記得 看到這個形狀就把它按上去就對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難點啊 沒有什麼特別的難點就這樣子 看到有相對應的形狀 對吧 就把它給扣上去 這個的話呢 我第一次 掰的時候呢 是因為沒有說明書啊 然後呢 因為這個測評鍵 不知道為什麼它沒有說明書給我 我是這樣子盲便的 那就看著這些 缺口的形狀的話呢 基本上呢 就可以把它給完成變形了 所以它的一個記憶點是比較強的 這邊 把它給按上去 好 那因為這是尼龍的一個 比較軟的一個材質啊 容錯率的話呢 可以說是非常的高的 嗯哼 好 到這邊 就把它給壓進去 那這個地方 檢查一下 最後把這個地方呢 給推過來 到這邊 將它給塞進去 最後的一個部分呢 就是哪裡呢 就是這個地方 把它給往上阻 那這個地方就你看 剛剛這手掌的一個轉向啊 就轉成我這個方向 這樣子呢 往上推 基本上它就 完全不會去干涉到了啊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最後的一個 岩絲和風的一個密合 我們的這一款 這個 魔方推出的一個 MS36號的一個 末日的一個 變形過程呢 就算是 大功告成了 這把P38的手槍 對我來講的話呢 軍武的東西呢 其實我沒有那麼在行 武器就根本不用說了啊 但是呢 我就知道它是魯邦30里頭 魯邦拿的那種 小型的一個手槍了啊 那麼這個槍的話呢 目前網路上 一般人都會說啊 可能太胖 太 粗大 還是怎麼樣 有的沒有的啊 這個 我個人不是那麼熟悉啊 我也習慣粗大的槍了啊 那麼這個握 握握握 在手上的比例呢 當然是不能夠跟 MP36相比啊但是幾乎是真人比例 這個手槍拿在手上的感覺的話呢 還是有點點挺沉的啊 握柄的部分呢 好像確實還是 比較大了一點 整個比例來說的話 那麼這一代的造型可能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弱點 人形的一個 腹部的一個位置啊 但是呢整個一個變形的流程來講的話呢 我真的是覺得 記憶點還是比較強的啊 那在變形的時候唯一 一開始會比較不容易去摸索到就是這個 腿的這個位置 我說的一個 啊在人形狀態下呢 這塊面板呢 是上面的凸 扣中間的洞 那變成槍的時候呢 是下面的 這個凸呢 去扣前面的洞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沒有 沒有去 發掘到的話呢 腿部的話呢 是怎麼樣也沒有辦法去密合起來的啊 這個部分呢 確實也是讓我蠻傷神的一段時間了啊 其他的部分的話 手啊 還有這個胸啊 頭這個部分呢 完全都是可以盲便去達到一個變形的啊 那麼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一款魔方的這個 Megatrol的話呢 我現在呢 畫面裡頭呢 會用照片的方式呢 把一些配件的一個玩法呢 還有一些配件的一個一個項目 都直接做一個了當的一個 一個展示了 那整體來說的話呢 我個人對他變形的過程呢 是非常滿意的 非常非常的有趣 記憶點可以說是非常的強 那麼人形的表現的話呢 更是這一款 玩具最大的一個賣點 前面後面還有一個整個一個 飽滿雜實的程度來講 是目前我摸索過 雖然說我摸索過的一個 變成槍的Megatrol 好像也不是很多 但是這一款的話呢 至少如果你要我去跟NA相比的話 這一款在 各方面的完成度來說啊 可能的話呢 都是勝過NA的 包括配件的一個海量啊 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滿意的 那整體來說的話呢 我是比較推薦這一款的 那今天的話呢就跟各位一起到這邊 非常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好,謝謝大家 等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就行 我們下集再見